长照服务工作者 从照服员 居服员 家图员等等 单位 任务各不相同 在文件站我们就是主要以延缓失能 就是设计课程 我们是服务雅健康的长者 帮他洗澡 帮他备餐 那有一些部长辈 他可能需要换药 Covid 19疫情爆发 长照从业人员保护长辈 防疫大作战 政策不全 感触很深 刚开始疫情升三级的时候 当初文件站是没有被纳入的 到后面到七月慢慢平息了 才把文件站的这些照服员 纳入十打一万 苏洛宇都会族人的长照需求 也会因政策法令的不友善 与不理解 造成长照服务品质大打折 原厂的土地建物 其实经常就是不符合条件 对 是直接被拒之门外的 你不用想后续的服务 到底族人需要什么样的长照 每周四晚上九点 一起来收看 对吧 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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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阅明겠다 你 我感到你